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裁剪 甚至可以裁剪成不同的形状 比如说我剪成星形 剪成星形的形状 但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星形其实不太好看 对不对 星形 你看我们现在这张图片 本来那张图片是不是就被剪成星形了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学会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当我们剪裁 然后可不可以再剪裁成别的形状 当然可以 比如说剪裁成这样子的形状 所以是不是都可以去做 那剪裁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自视化 大家都看得懂的 就是这一种标准的剪裁 标准的剪裁 这样子一个大小的剪裁 这样大小的一个裁切 可是我觉得在这边又牵涉到那个比例裁切的概念 什么叫比例裁切 例如说我现在我点这个裁切 好 我是不是把这边裁切掉 很单纯的 我是不是这边就裁切掉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裁切的方式 你看哦 假如说今天我用是这个 这种形状来去做裁切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去做这个裁切 等一下 假设了 假设我现在做这个裁切 然后我裁切成这个样子 这边是不是没有图案 这边是不是没有图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边还有三种 三种不同的裁切方式 什么叫最式大小 点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直接把我这边是我线要的宽度 所以呢 一裁切掉之后 左边 因为它本来是只有影像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就把左边塞空白 右边塞空白 这是最式大小 填满就是整个把它填成 我这个整个裁切边的大小 所以比例一定会跑掉 填满 那还有清除剪裁 就是我刚刚不是做剪裁 我等于说现在不要做剪裁 那就等于假设我今天 我现在做了剪裁 然后点它 点重色图片的意思是一样的 可以吗 这个剪裁我想这样子讲解 透过比例裁剪原则 你可能就会比较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些事情 那当然啦 你不了解这些也无所谓 但是至少我希望你懂这件事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这张图片 我因为文件 文件它不能改变它的达变宽 或者变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是做同比例 记得我们一定是先选择以比较短的 像例如说现在这张图的高度 跟这个文件的高度 这个文这张图片是比较短 所以我就会先以图片的高度放大为原则 然后接下来它是使用到这一段 这一段的一个影像当作是背景 因为左边跟右边都会被裁削掉 然后就填进去当背景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 请 请 谢谢观看